最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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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要來做小王瓜炒麵場 是一道簡單易學的料理 小王瓜能促進食慾 調節消化系統 飲料 利膽作用 小王瓜對肝而剩 都有好處 也是很好的减肥病 可以阻止碳水化合物变成脂肪 想减重的人可多使用 而且小黃瓜只有美容潔肤作用 可以預防皮膚老化 所以多吃小黃瓜对身体是有益处的 除皮胃虚弱、腹痛、腹瀉、 配含咳嗽者因少吃外 一般人都可使用 尤其適合糖尿病患者 食材介绍 小黃瓜两条 面肠五条 姜五十克 辣椒一条 紫菜少许 底上是今天所有料理的食材 面肠斜切 需要有点厚度 等一下要下去煎 小黃瓜蟹切 中间铺一半即可 這樣子切是因為不要讓小黃瓜太大塊 辣椒切切 一人而已也可以不加辣椒 薑切絲 加入食用油 然後將麵場沾上面粉下去油間 沾麵粉下去油間比較不容易沾鍋 炒起來的麵場較好吃 如果不沾麵粉的話較容易沾鍋 炒起來的口感較差偏硬一些 不過也比較方便一些看個人 如果家裡是用不沾鍋的話除外 不過口感也是會偏硬一些 看個人的方便度做決定 粉的話本人是用中筋麵粉 玉米粉也是可以的 只要有沾粉就比較不會沾黏 醬煎起來也比較柔軟 等一下炒起來麵場也較好吃 煎至兩邊交往幾個 用沾鍋麵粉的麵場 煎過口感比較不會那麼硬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煎太久 不然會偏硬跳 有點焦黃焦黃就可以了 好準備起鍋 油不必換 用剛剛的油下去炒就可以了 加入薑汁 炒至薑汁有點偏乾就可以了 加入辣椒 辣椒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入剛煎好的麵場 加入麵場後稍微翻攪一下 中小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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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味後加入小黃瓜 加入小黃瓜後開小火就可以了 然後翻攪一下 翻攪後開始調味 鹽半匙 醬油半匙 香菇醋蠔油 一匙半 水三分之一杯 大概二十CC左右即可 然後開始拌炒一下 然後 拌炒一味後 加入紫菜 中小黃瓜 加入白胡椒粉 炒一味後 加入白胡椒粉 少許 香油少許 然後稍作攪拌 然後關火 盛盤 剪刀 先炒 攪拌 砂糖 炒 我們在做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